在星期三美国国务卿克里向国会议员说 在国际社会继续就伊朗限项目进行谈判之制 不要对伊朗实行新制裁 克里星期三稍后将会向美国国会参议院财政委员会通报有关情况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说 克里表示现在对伊朗实行新制裁会是一个错误 虽然有关国方到目前为止 还未就协议内容达成一致 伊朗以及五常加一六国的官员 都对最近一轮谈判持有乐观态度 五常加一包括美国、英国、法国、中国、俄罗斯以及德国 谈判将会在下星期继续进行 伊朗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签署了协议 按照协议伊朗将会准许联合国原子能机构人员 扩大对伊朗核设施的检查范围 伊朗坚持说他们的核计划属于和平用途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